从大姐家出来之后啊 大哥说这大哥做的饭菜是真好吃 大姐这人呢也确实挺热情 性格啥的都挺好 但是呢他是真不想回农村住平房了 大哥说他过去起早贪黑 卖菜遭了那么多罪 就是为了能在城里 给自己和儿子安个家 现在呢一回平房啊 就能想起他早些年挨的那些累 心里就不是滋味 而且他也相信 张大姐这么好的人 一定能找到那个 能和他一起在农村过田园生活的人 那也希望有乡中张金兰张大姐的观众 抓紧时间和我们联系 接下来呢 红娘又给大哥介绍了 同样家住通话的谢萍谢大姐 好请听 谢萍谢大姐是吧 是 你好我是小五你好 你好你好 谢萍61岁未婚 退休金2300元 租房收入2000元 家住通话室 住房面积90平米 大姐大家这个房子 格局挺不一样啊 这个房子原来是 广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